HELLO 又是Let's Read News 今天是2023年8月3日 我們今天也是看蘇格蘭的新聞 第一宗新聞就是 Weather Spoon開始賣蘇格蘭的一些會址 他在日常記錄裏有說到 有什麼店舖仍然有免費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看看有沒有資金 如果你想買一間店舖 有些店舖已經有免費了 但不知道賣了沒有 另外有一宗新聞也挺離奇 就是Nikolas Rossi的人 究竟他是一個什麼人 這篇報道就說 Nikolas Rossi其實是一個35歲的美國人 他本身在美國犯了一些強姦 或者性相關的罪行 然後其實是美國正在通緝 但是他在2020年的時候 他就假裝死 然後就潛逃了過去蘇格蘭 不清楚他到底怎麼做到 總之他在2021年12月 就在加拉斯哥的COVID-19疫苗裡面 被人拘捕了 當時他的名字 故之然不是Nikolas Rossi 他就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Orthonite的孤兒 是一個愛爾蘭人 現在就被人拘捕了 然後就有機會被引渡到美國受審 這個就是他的前妻 然後也有說到 其實他們結婚之後的第一天 基本上就已經開始被他打 也有其他的少女出來說 以前有試過被他飛來過等等 這件事也挺離奇 而且他說他35歲 還有另外一則新聞 就是這個叫做Robin Harper 他就退休了Scotish Green 他裡面也有說到 為什麼他會退休了Scotish Green 也有說到 他其實是由1999年 已經開始 幫Scotish Green做事 做一些政治 參與政治 他裡面也有提過 其實他覺得在這個時期 再去討論蘇格蘭 應不應該獨立 就暫時 不是一個合適的時間 因為他覺得 應該是要更加去保障 一些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他裡面也有提及過 其實蘇格蘭就有一個 想要令到 一些人是更加容易去 Transgender 就是可以改變他們自己的性別 也想要把年紀推低至16歲 他也有提及 為什麼他會對這方面有關心呢 可能是覺得 小朋友年紀還是年輕的時候 可能其實他未必很認知自己 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做這個選擇 因為始終改變性別 也是一個大的決定 也不可以說他是一個病 因為對我來說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但是 是不是這麼容易 就去決定自己 往後的性別 要是什麼呢 可能也要經歷過一些時間 的洗禮 才會真正知道自己 真正需要什麼 這件事也挺特別 關於政治的事情 然後也有說 這件事 就是 蘇格蘭其實 推出了一個新的事情 就是 如果你的車子 是行人的路口 然後阻礙了一些輪椅 那些過不了 大致上 他們就會開始罰你50磅 但實際上 我再去看回其他的搜尋 一些資料 到底他什麼時候應用 到底 詳情是怎樣 其實也沒有說得很清楚 他只是純粹說 開始會有這個罰款 如果你再不改善的話 就會罰得更多 這樣 其實這件事引致了 另外一個考慮就是 其實不是那麼多的蘇格蘭的屋 例如在大城市裏面的屋 他們可能沒有一個輪椅 去泊車 那 如果那些人把車子泊在樓上 那會不會 都會觸犯到這個法例呢 其實以前 我記得去年 已經有人提及過這件事 但是他們現在又好像沒有說到很實質上 是不是真的會實行 還是怎樣實行 如果沒有駕駛的家 那些人怎麼辦 他這篇文章 就是 《金融時報》 他有說 到底 蘇格蘭的 借金控制 是否真的可以 裡面其實也有說過 一個灰色的地帶 雖然它是有一個借金控制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完成了一年的借金之後 那個業主如果 想要幫你更新這個借金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加價的 那就不屬於 在這個 《金融時報》的 控制之下 所以他其實裡面也訪問了很多個 不同類型的人 學生等等 或者一些業主 去討論到底這個 這個借金控制 是不是真的成功 很長 但是我覺得也值得去看看 因為我真的覺得《金融時報》 如果你想要學好英文 《金融時報》 相對比起《SMPC》那些 它的英文是寫得更加艱深 而且 它形容一些東西的時候 真的比較好 我自己個人觀感 這個就是一些特別的新聞 它就是說 有一個 這個《水果集團》 就會在《Peterhead》 海峰 那裏搞的 那Peterhead在哪裏呢 那我就有Google過 Peterhead其實在 阿巴便 在上的 那Peterhead Harbour 就在這裏 對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興趣 去看看 那這裏就是 Peterhead Harbour 那這裏 那這裏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或者也可以去參加 這個《Fish Market》 挺有趣的 好啦 那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拜拜